AudioJungle 相业于1月17日,在襄阳举办媒体探班,不仅金军黎揭秘了不景,幅画道,展现了主演陈飞宇、宋依仁、胡军、孙祖军等人的剧组日常,还曝光了陈飞宇、宋依仁、胡军三人间精彩的对手戏,而艰苦环境下,主演们紧凑的拍摄安排,也让媒体朋友纷纷感慨太辛苦。 此外,陈飞宇、宋依仁片场斗区调侃,默契搞笑的互动,让现场笑声不断,据悉,此次江夜还会取景唐城,著名导演陈凯歌指导的电影《妖猫船》,就是在那里取景拍摄的,届时江夜将会如何再现唐城的古典文化风韵,引发广大网友粉丝的期待。 陈飞宇被宋依仁调侃直男癌,认真拍戏或胡军称赞,特别用功探班当天,剧组正在拍摄命缺《桑桑与夏侯得》《雁明湖大战》,此前在由陈飞宇、宋依仁分别出演命缺,桑桑的消息曝光后,引来众多网友的热议。 大家在任何演员、颜值形象、高度戏和人物的同时,也对这对演技新人在剧中的表现充满期待,此次两人一同出现在看班现场,整个对戏拍摄的过程中默契十足,两人与实力演员胡军同台标戏也毫不逊色,大开大河的情绪流露,激烈紧张的打斗戏,更是让现场的媒体朋友们大呼,过瘾。 虽然演员们在寒冷的外景环境下,吊威亚、拖地滑行的拍摄过程很辛苦,但大家乐观的心态让现场一片暖意,尤其陈飞宇调侃自己的那句《我还是个童工》,更是让现场笑声一片,拍摄内容较多。 所以,演员们在拍摄间隙接受了媒体的采访,在被问到哪场戏最难时,胡军表示,叹班当天拍摄的《燕明湖大战》,就是这段时间以来最难的一场戏。 在媒体朋友提问,此次和演技新人陈飞宇合作,有什么样的感受和评价时,他表示虽然陈飞宇年龄很小,但却非常用功,再加上身高外形等方面的优势,他认为陈飞宇将来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。 此外,桑桑的扮演者宋依人,在开拍前,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,不仅让人看到他生活中活泼可爱的样子,还展现出了戏外快言快语的一面,吐槽宁缺有直男癌,分析桑桑对宁缺放养式的情感模式,还在吐槽情敌的环节中,大方表示,没什么好吐槽的,我不把他们当敌人。 采访过程中,陈飞宇便身旁听声,在宋依人回答,剧中哪个人物容易圈粉时,以假装路过的样子,怒刷存在感,引发现场爆笑,而两人之间欢喜冤家的画风,也让大家对两人在剧中的互动更加期待。 不仅浮华道出揭秘细节控团队,从然将人精神刺刺探斑,除了现场时而严肃认真,时而逗趣欢脱的剧组氛围外,片场曝光的不仅,华道,以及艰苦环境下,演员们认真的态度,也同样让人印象深刻。 拍摄现场宁缺的制式绵衫,桑桑的素白长裙,夏侯的厚重铠甲,还有之后龙庆皇子的淡雅麻服,每一件服装在还原原著的基础上,增添了一些设计感,令人眼前一亮,江夜的故事拥有一个架空的世界观,不仅需要取景于真实的自然地貌和规律壮观的制景设计, 还需要借助剧集主题精髓,精致考究于一体的浮化道风格,来准确定位剧集基调,尤其江夜中书院,魔宗,菩提宗,道门四大派系,都有各自鲜明而独立的风格体系,所以对浮化道水准的要求也更加严格,不管浮化道与演员气质的贴合,对原著风格的还原,还是创新理念的表达,都能让人感受到江夜剧组的用心和诚意, 除此之外,大量的武打戏份也是江夜的一大亮点,与文戏相比,武打戏对演员各方面的要求,整体的难度系数都要更高,为了达到最佳的效果,演员们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,大家在寒冷的外景环境下,一遍遍和工作人员大膜配合,在理解导演创作思路的同时,还需反复揣夺角色内心,这也使武打戏的拍摄过程更加艰难, 而在现场,大家看到的是演员们精益求精,尽善尽美的创作态度,胡军在采访中表示,虽然对于演员来说,武打戏,没有办法和专业的武行比,但是不论是动作精准度还是完成度上,都会尽力做到,好, 而对于平时不爱哭,但哭戏很多的宋艺人来说,每次拍哭戏,都像挖了一次心肝,目前将也第一章节帝国的清晨,正在襄阳进行拍摄,后续更多资讯,敬请期待 请期待